还记得当初发布Y9000P那会儿 9000K就已经处于即将上市的状态了 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这14代Core马上就要发布了 联想才把即将改成了现已上市 卖点主打一个独特 顶级配置加上16英寸 加上水冷散热加保款机身 不过在这个新旧交替的结构叶 发的还是13代的老配置 有当年小米游戏本那味了 考虑到明年显卡不更新 HX55的处理器也是简单的refresh 这套配置应该不会这么快过时 但说实话 好歹这也是旗舰产品 刚买到手没多久就变成上一代了 这想必谁买心也不怎么好受 那么这才纠结了大半年才上架的电脑 具体表现怎么样呢? 创新的内置水泵 对于散热表现是否有提升呢?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吧 照例简单介绍一下配置 CPU是i9-13980HX 24核32线程 显卡是RTX4090最大功耗175W 内存64GB DDR5 5600MHz 固态硬盘是2TB的海力士PC801 屏幕是一块3200×2000分辨率165Hz刷新率的 迷你LED面板 标称色域100% DCI-P3 目前京东售价为30,999元 对比同配置的产品 这个售价相对来说还是偏高的 了解完配置 我们来看一下外观 新一代的i9000K在外形上的变化还是很大的 最吸引人的莫过于它的A面 官网说采用的是锻造碳纤维工艺制作而成 每一台机器都长得不一样 给我感觉有点像用水彩笔在画板上随意画了一通之后 完全填满的效果 艺术成分很浓 就看你能不能欣赏的来了 打开屏幕 B面是一块3200×2000分辨率的迷你LED屏幕 边角位置和9000X一样做了圆角设计 在别人的笔电品牌里很少见到 C面 键盘相比其他机型有所下移 上方是进风开孔 中间是电源按钮 键盘布局还是标准的联想方案 键位没大问题 依旧是各家OEM操作业的参考答案 就是这个位置下移 压缩的触控板和涨拖的面积 在这种设计下如果没有额外的掌托配合使用 手就得悬空打字了 类似的设计在之前老版本的ROG冰刃系列里也见过 估计是为了增大进风面积 同时让键盘避开主要发热源 是个讨巧的思路 但是打破了用户常规的使用习惯 同时缩小了触控板面积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地面上下是长条形的脚垫 中间有大面积的进风格山 值得一提的是机身这一侧下方的散热开孔封了起来 猜测原本可能是四风扇的设计 现在改成了三风扇 厚度方面机身实测为19.2-22.8mm 这个厚度比起传统性能旗舰游戏本稍微薄了一点 但并没有给人很惊艳的感觉 机身重量来到了2.56kg 适配器976g 便携性相对还是比较差的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A面 整个机身都是金属加上类肤质的涂层 沾指纹情况不算特别特别糟糕 但是仍然需要经常擦拭维护 另外联想在Legend 9系列里 习惯用大量的RGB灯作为点缀 精英也不例外 可调的包括logo 灯带 键盘 效果总体还行 依旧很适合蹦迪 接口方面 机身左侧是耳麦孔和SD读卡器 右侧有一个A口和C口 还有摄像头的电控开关 主要接口在后方 有两个雷电4 一个5G的A口 一个2.5G的网口和HDMI 2.1 后侧C口支持140W的充电 这个在其他平台里比较少能看到 不过作为一台旗舰级游戏本 两个A口都是5G速率的 确实有点少了 目前10G的A口设备还是比较普及的 一刀切很难让用户完全认可 下面进入实测环节 首先是屏幕 不巧的是我们这台工程机的屏幕有点bug 爱瑟利的校色文件没有办法正常加载 导致色准部分没有办法正常测试 色域方面 实测色域容积为102.1%的DCI-P3 色域覆盖为98.9%的DCI-P3 默认模式下 中心点最大亮度为663nit 由于材质是mini-LED 视波器超出了良辰 无法读数 因此无法测定对应的响应时间 从肉眼观测判断 这个屏幕的响应时间表现还行 没有严重的拖影现象 虽然没有办法测色准表现 但我们这台测试机还是碰到了mini-LED的分区背光bug 在一些画面亮度偏暗的图片 视频或者游戏里面 对应位置的背光像是关闭了一样 导致屏幕的一部分区域亮度会特别低 这个情况在之前的其他机器里我们也见过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判断是屏幕面板本身出问题 还是调教出问题 所以说如果你特别在意这个点 在选购的时候要尽量避开mini-LED的屏幕 聊完了屏幕 我们再来看一下硬件部分 CPU是我们的老熟人 i9-13980HX Intel 7工艺 24核32线程 在i9000K上 这颗CPU的ACLowline设定为1.1毫欧 Cinebench R23循环 i9000K在28900HC到27900HC之间浮动 跑分过程中前四轮可以维持在155W附近 一直顶着温度墙在跑 后面真难忍时间结束 功耗会从155W下滑到125W 成绩也小幅降低 单核性能部分 R23单线程得分是2100分 得分偏低 BIOS内有一个CPU增强的选项 但开启后没有跑分成绩的变化 几乎没啥效果 来看显卡部分 i9-139K搭载了目前功耗最高档位的RTX4090 在Dynamic Boost下能够跑到175W 显存是三星颗粒 目前我们测试的4090里 好像还没有见过海力士颗粒 默认状态下 最大电压为0.94V Afterburner对应的电压档位为2370MHz 小渲染频率为2355MHz BIOS内支持开启显卡预超频功能 开启后核心会加150MHz 显存加200MHz 跑分方面 3DMark Time Spy 22898分 FSE 26922分 教室12897分 游戏方面我们测试了原生3200×2000分辨率的表现 同时也补充了2560×1600分辨率下帧数的情况 跟类似配置的机型来对比 网游的表现 5i9000K与我们测试的同配置基准是接近 略高于7945HX的机型 而在原生3K分辨率的情况下帧数略有下滑 不过也在流畅的标准线内 单机游戏方面 2K对比基准成绩的表现 三者的不分伯仲 总体表现接近 3200×2000的原生分辨率对于4090来说 压力应该是刚刚好的 最吃银剑的2077也能在全特效的情况下跑到66帧 大部分游戏都能维持在比较高的帧数 新出的刺客信条幻景 2K分辨率下可以跑到121帧 而3K原生分辨率也能跑到98帧 畅玩没啥问题 最近Steam上的人气赛博恋爱游戏 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 我们也用这台y9000K体验了一下 习惯了用Steam Deck体验文字剧情冒险类游戏 换成16英寸大屏幕 一下子感觉有点不适应 再加上迷你LED这个分区背光的bug 面对对比度高的画面总感觉怪怪的 玩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款游戏好评如潮了 真的不是恋爱谈不起 而是电子老婆更有性价比呀 总的来说 Y9000K的游戏帧数表现符合预期 小幅度显卡超频对于部分游戏的表现有提升 但可能是总功耗限制的缘故 部分游戏的表现会略低于基准值 总体差别不大 生产力部分64G内存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Adobe 3000套的成绩都比较亮眼 Spec Workstation的表现 i9-4090也是游戏本领的顶尖水平 不过相比定位更高的台式机可能还会略低一些 总的来说 这套配置在性能方面我是挑不出太多毛病的 3K屏幕在顶级配置的加持下面也有一定的用武之地 但是这台电脑在游戏时噪音并不小 明明是谁了你游戏本 怎么噪音会这么大呢? 我们通过下面的拆解和散热测试来一探究竟吧 Y9000K的拆解比其他拯救者笔记本相对繁琐一些 首先拧下底面的全部螺丝 取下后盖 我们发现它的主板并非常规结构 而是倒装设计 如果你只需要更换硬盘或者网卡 那拆到这里就可以了 把机器这个位置的屏蔽罩取下 就能直接加装或者更换SSD 但如果你要清晰或者更换内存 那还得继续往下拆 卸下固定主板、风扇的所有螺丝 取下整个主板 再翻到背面就能看到主板全貌了 常规的配件测试成绩我们整理成了表格 大家可以参考 散热部分 新的Y9000K采用了三风扇设计 两大一小 类似的设计我们在Alienware X16上见过 介质方面 CPU部分采用的是液晶导热 显卡仍旧用的是硅脂 热管方面 用于风扇导热的有四根 而给水泵导热的是完整的一根热管 这个应该叫热管嘛 应该叫水管嘛 说到这个水泵 虽然我们接触过很多台水冷笔记本了 像早期的ROGGX800 后面推出的机械师星辰 机械革命矿式16Super 这些水冷的方案基本上是通过外置水冷盒 进行冷热交换 而Y9000K是市面上首台 采用了内置水泵散热的笔记本电脑 具体散热效果如何呢? 我们通过散热测试来看一下它的表现吧 室温25度开启超能模式 使用StressFPU单烤 i913980HX稳定在125W 温度94度 大核3.6GHz 小核3.0GHz 使用Fullmark单烤显卡 RTX4090稳定在175W 温度77.2度 频率1710MHz 双烤CPU55W 82度 大核2.1GHz 小核1.9GHz 显卡175W 78度 频率1875MHz 双烤过程中 风扇会在4500-5400MHz之间来回波动 噪音也在56.3-61.7V之间波动 这个噪音在游戏本里还是挺大的 本来我以为水冷笔记本的声音会小很多 但是没想到居然的噪音还是那么大 也都让我怀疑水冷是不是没有工作 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 内置水冷在持续高温高负载的情况下才会介入 或者手动点击强冷模式也能开启水冷 气声后方的水冷指示灯也会亮起 开启后 声音会有略微的气泡声 很快就会被风扇声盖过去 不知道是我们这台工程机是这样设定的 还是本来就这样 但我看来 更加低温的介质是为了让散热压力变低 风扇转速变慢 噪音变小 从而优化使用体验 但强冷跟水泵开启目前是绑定的 感觉这个设计思路跟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表面温度方面 键盘键帽最高温出现在了F6键 45.1度 整个键盘由于位置稍微往下挪了点 温度表现还可以 键帽平均在48-42度之间 值得一提的是 掌托的温度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左掌托来到了36.3度 有轻微热感 看完了视频的全部内容 相信各位对于这台新的529000K也有一定的了解了 按照惯例这里总结了三条有缺点给各位参考 测试看完了大家觉得这台9000K怎么样呢? 从最终的成绩来看 它的表现有点让我失望 作为旗舰产品 529000K只做到了比529000K更薄 但是体验并没有比529000K更好 为了做薄 这台电脑牺牲了很多地方 比如原本正装的主板只能换装成倒装 机身薄了 隔热不好 键盘只能下移 性能释放没有办法满足核心 只能通过加装水冷来实现 妥协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但结果呢? 今年各家的旗舰机都在卷散热 230W的性能释放很难称得上优秀啊 抛开性能不谈 目前主流的外置水冷方案 多多少少能降低使用噪音 或者大幅降低温度 但它的水冷似乎没有达到这个效果 满载时还是比较吵的 散热更多是依赖三风扇加上大直径的热管 加上液晶导热来实现的 如果可能的话 四风扇不加双水冷 或许能实现同样的效果啊 时间关系和平台限制 我们也没有办法详细测试开关水冷的对比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黑科技的效果并不是非常显著 最后30,999元的价格 居然比我个人想象中要便宜一些啊 对比其他家的旗舰游戏本 这个价格给到64加2T的顶配 还算凑合吧 但跟印象里的主打性价比的联想还是有些颠覆了 总之呢 这也算是今年联想最后的答卷了 你们觉得它的表现符合你的预期吗 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 不妨来个长按点赞一键三连支持下我们 这里是笔画型测试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